哈啰 特技棒的讀者们 大家好 我是编辑红尸 我们现在人在美国哪里呢 就是在三星Galaxy S24的发表会现场啦 那在我眼前这边呢 就是满堪满谷的Galaxy S24系列 也就是新世代的AI手机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这次所谓的AI手机 到底是指AI在哪一个部分呢 那就继续看下去啰 这次的Galaxy S24全系列呢 它主导的是AI手机 那这个AI的应用啊 已经不再是局限在像上一代的 比方说用AI拍照啊 或者说用AI来节省电池容量这一些 这次AI能做到的事情有更多 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来尝试的就是 AI的搜寻圈 当你这样长按首页之后呢 你就可以圈选画面上的任何一个东西 例如说我圈选这个植物好了 那它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植物可能是什么植物 然后还有它的一些相关资讯 比方说我们现在圈选了这一个 看起来像是某个建筑物的地标 那你看它就会告诉你说 哦原来这个就是位在 拉斯维加斯的Sphere的这个 球形的球体建筑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试试看的功能 就是三星之前已经先预告的Live Translate 就是你在打电话的时候 然后会有一个AI语音助手 可以即时的翻译你告诉你对方在讲什么 那即使讲的是不同的语言也没问题 现在我们就在三星设置的这个电话亭里面 它里面提供了Galaxy S24 Ultra 那接下来我就要来使用打电话这个功能 来看看AI语音助手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使用方式是这样子的 你在拨号的时候 先按这个Code Assistant 然后再点选Live Translate 那就可以选择13种不同的语言来翻译 那我们这边打开扬声器来示范 嗨,可我能够订阅吗? 就像刚刚示范的对话的同时 会即时的把语音转成文字 并且再由语音助理把那段文字 给翻译成对方的语言给念出来 offices on所有的程序 对搜尽一个平方网上 这里だけ是要是在放放 边房�? dicht Ke往 除处 偶� 在智能看 两红角位 我找到 請入門门的黑幅黄色转位 在 tras截形上 limitations 关门面 软 favour 走 找了 像这样子应用就很适合用在出国时点餐 或是说出国时即使不会当地的语言 也可以套用AI来即时翻译 这次AI还有一个新应用就是在Samsung Notes里面 如果说你希望有一篇长长的文章 然后请AI帮你做摘要的话呢 你就点下面这个星星星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Summarize 就是可以做摘要 然后呢你这样子就会得到 他快速帮你做好的一版本摘要 那在选项这边你可以选择是要 简短的摘要或是比较细节丰富的摘要 那如果我再点一下请他生成的话呢 那这个内容就会变多了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需要翻译的话 你也可以点 然后就可以连选Translate 那他就可以这些翻译成日文了 如果你想要翻译成中文也可以 那目前支援了13种语言可以直接用AI这样子直接翻译 其中包含简体中文 那至于繁体中文什么时候会有呢 这个就要等到三星加另外公布了才知道了 在相片功能AI的介入呢 不再只有是拍照前帮你判断场景 然后帮你自动调色这些 他现在可以做的更多 比方说我现在拍了一张照之后呢 然后我想要旋转他的水平 那以前旋转的时候不是就只能采些照片吗 现在你只要点一下旁边的这个信号 然后按下旋转 他就会帮你自动生成填补旁边 你因为旋转然后缺少的地方 让你整张照片的尺寸不会因此而减少 除此之外啊 你还可以移动照片里面的元素 比方说我现在照片里面有一个这个部件 那我想要把它移动到别的地方 那你只要把它点下去 那他就会帮你自动把这个主体给圈圈起来 移动完之后呢可以调整大小 那你原本移动完的那个地方不是变得空空的吗 你只要按下生成 他就可以自动帮你依照他周边的景物 然后生成一个东西给填进去 除了照片之外 这次影片也有AI应用 这个应用呢就是智慧的慢镜头 以前要拍摄慢镜头 你不是要先切到这个慢镜头慢动作录影 那才能录下这个片段吗 但他现在可以 比方说你就想甩头发的这个瞬间好了 那你这时候只要长按着影片不放 那他就会立刻帮你把这一段影片变成慢动作 那中间缺少的这个帧数呢 他会自动帮你演算起来 所以即使你慢动作也不会变得像GIF一样卡卡的 而会是顺畅流畅的影片 那在桌布这边这次也有AI的辅助 你只要点选桌布里面的变更桌布 这边就会有深层式桌布跟相片情境桌布 然后说我点一个深层式桌布好了 然后你就可以设定你想要的风格 例如说我想要一个半透明的感觉好了 那你会点下面这个深层 然后他就会自动演算 然后以不同的主题来做搭配 例如说他现在演算的是白色的半透明慢绿容 就会有这样不同风格的感觉 然后如果说不要这个感觉的话呢 你也可以点选相片情境 那这边也可以依照不同的时间和天气 来变更显示的照片 那因为这一次Galaxy S4 Ultra的智慧功能实在是超多的嘛 所以你在进阶功能这边 你可以找到一个进阶智慧工具 你就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这一次新增的智慧功能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功能不知道该怎么使用 或是不确定这个APP有没有加入一些AI的帮助的话呢 就全部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了 现在我们抵达了一个超亮的区域 亮到眼瞎的区域 为什么会来这个区呢 因为三星这次把萤幕亮度大幅提高到了2600nits 所以现场展示了Galaxy S24 Ultra跟上一代23 Ultra的这个亮度比较 我们就来看一看吧 这区域亮到我的相机有点曝光 不知道录不录的出来 左边呢这台是S24 Ultra 那右边这台呢是S23 Ultra 那这边现场它模拟的是使用 摄影棚用的那种超亮的灯光 然后来打出这个效果 虽然说在录影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条纹 但是大家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左边的这个S24 它明显的比右边的这个S23亮吧 那这一次Galaxy S24全系列呢 都采用高通Snapdragon 8 Gen3 for Galaxy的处理器 那会搭配什么样的记忆体跟储存空间呢 这个等台湾上市记者会的时候 会再另行公布 散热方面也有特别加大 我们先从大尺寸的Galaxy S23 Ultra 和S24 Ultra来看好了 这个是大尺寸的嘛 那你看它的散热板的尺寸非常明显的 从前一代前一代是左边的这个小的 然后到现在这个散热板尺寸大幅的加大 然后除了Ultra系列之外呢 在Plus这边也是有同样的眼镜 那透过这样子加大散热板呢 可以让手机长时间维持高效稳定的输出 对于想要玩游戏的人来说 应该是还蛮有帮助的 应用处理器的优势 现在有一些游戏也可以支援即时的光追了 例如说我们现在画面上的人物这样子跑动 你可以看得到它下方的影子 是可以即时跟着动的 这样画面会更真实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次三款机身的外型设计啦 在我左手边这一支呢 是采用钛金属的Galaxy S24 Ultra 那另外这两款S24 Plus以及S24呢 它都是采用铝合金的机身 所以呢你看虽然都是紫色 可是这个紫的程度稍微有一点不同 然后除了用上了钛金属之外呢 这一次Galaxy S24 Ultra有一个很大的变革 就是你看现在变成了全平面的荧幕了 我们从底部这边给大家看看 真的是全平面 它不是像预告的一样边缘做了一个虎角 可能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倒角啦 但整体来说看起来比较像是把边框这边往上凹 然后让萤幕这边尽量变成了平面的设计 那我手上这边也有带上一代的Galaxy S23跟Galaxy S24 那机背上这样看过去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如果说我们把它拿下来看顶部设计的话呢 咦这个弧度就差很多了 你看上一代S23的时候它这个边边其实还蛮圆的 然后到这一代它变得稍微更平一点点 然后前一代的这边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是有一个弧形倒角的 因为是全面萤幕嘛 这一代这边呢就更平了 所以喜欢平面萤幕的人 这一代的大尺寸呢好像可以充一发哦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次关于新的Galaxy S24系列的介绍啦 那提克帮网站上面呢现在也准备了非常多篇的文章 如果想要看文字版的介绍呢 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看咯 那之后也会有一系列的相关实测登场 那就请大家持续锁定提克帮咯 大家拜拜